与你身影消失在真海尽多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 要怎么收藏 要怎么拥有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 要怎么收藏 要怎么拥有 张绍涵 张杰 陈丽农 耶利亚女郎 陈丽 夏日入侵企划张三的歌 张信哲 杨宗伟 孟田 赵传 我是一只小小鸟 在最新一期 生生不息宝岛记彩排花絮当中 实力派唱将华晨宇 亲自教偶像歌手马家琪 如何去唱歌 在全网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这次有网友觉得 华晨宇不够格去教马家琪 也有网友觉得 华晨宇不该去教马家琪 对自己没有任何的好处 实际上 但凡看过完整版彩排花絮的人 应该都很清楚 严格来讲的话 华晨宇并没有教马家琪怎么唱歌 而是指导提出更好的建议 至于马家琪是否会采纳听从 那是他自己的意愿 跟教与不交 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还有就是 华晨宇当时是边弹琴边听马家琪唱歌 给出的建议也就那么几个 就是让马家琪唱歌的时候 不要太含蓄内敛 就是让马家琪把声音放出来 展示出内在的力量 这样就更加的容易 控制好音色和节奏 流露出真情实感 然后评论区里头全是以嘲笑声来默认这样的说法 认为华晨宇不是在教马家琪唱歌 而是在教他如何做法 其实就是在挖苦讥讽华晨宇的唱腔 是鬼哭狼嚎 而这也是老生常谈的老梗了 除此之外 就连马家琪的粉丝都看不下去了 说华晨宇太自以为是 马家琪如此的优秀 还轮不到他来教 说白了 就是没有把华晨宇放在眼里 或者说压根就是不知道华晨宇的实力 当然马家琪的粉丝觉得华晨宇自以为是 但是华晨宇的粉丝就觉得马家琪何其荣幸了 毕竟能得到华晨宇轻瘦的人为数不多 就算他不当歌手去当个音乐老师 也是完全够格的 因为他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代课老师了 获得了很多学生的一致好评 只不过这件事看似平平无奇的彩排 却引起如此大的娱乐分爆 属实是让人意想不到 但也是能够理解的 毕竟两个人都是话题人物 马家琪不用多说了 高考数学分波成了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丑事 而华晨宇唱歌过于的洒脱狂躁 曾被人质疑过精神方面似乎出现了问题 但殊不知这是不懂音乐的人才会有这种狭隘的见解 总而言之唱歌和演戏其实是一个道理 没有第一这个讲法只有好与不好 因为每一个歌手的音质和唱功不同 所呈现出来的效果自然也就大不相同 就好比一千个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而听众的感受也是不尽相同的 所以说华晨宇就算教马家琪 那也只是技巧方面的指导 因为马家琪本身的音质就很不错 唱歌也挺好听的 只不过没有华晨宇那样有经验